啊我的年纪呢可能没有那么大 那么我戴这副眼镜会不会有点太老气的感觉 啊刘浩然长一张脸 他戴什么不好看 他戴什么都好看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想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开箱 那今天这副眼镜呢 之前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他关注的来源是周南山爷爷 周南山爷爷在疫情期间在电视上 刚好戴了这一副 就是Limbert的这副眼镜 你可以在很多的场合看到它 配戴这副眼镜 那这副眼镜呢是来自Limbert的Rim系列 它也真的是一副非常舒适的 非常百搭的眼镜 但是有的朋友关注的点就在于 就说啊我的年纪呢可能没有那么大 那么我戴这副眼镜会不会有点太老气的感觉 那后来呢刘浩然也戴了这副眼镜 但是有的朋友看到以后又会说 啊刘浩然长那张脸 他戴什么不好看 他戴什么都好看好不好 那我会不会也不合适 那我这次为我的老客户朋友定制了这副眼镜 他当时呢是看到这样一张剧照 我一会儿会找一下放在这个地方 啊他可能是喜欢他这种商务感 刚好这个男演员呢 他脸可能也比较宽 然后就整体的风格 跟我的这个客户呢 感觉是不是有点像 所以当时呢 他其实是刚配完另外一副眼镜 然后就立刻让我帮他定做了这个 但他其实他的点也在于 啊我会不会戴上去很老气呢 然后我就给他看了几个我的配色 那我觉得定制出来以后非常好看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做了一个黑色的前框 金色的腿 并且呢我们定制了黑色的腿套 这样来以后整个的时尚感就多了 很多 然后我这位客户朋友呢 他做的是数码定制片 所以你在上面还能看到很多数据信息 对不对 还能看到很多数据信息 一会儿我会帮他擦干净 然后快递给他 这样子跟原来相比呢 就多了一份时髦感 但确实也不会时髦过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做全黑色 就做最普通的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做上黑金配色 就会改变比较大 但是我不知道视频里面 是不是真的能看出来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 加上腿套以后 在脚链的位置 有一点点的金色露出来 这样确实会比较吸金 但是呢也不会过度 因为很多商务人是在职场上 还是很担心说金色太多 会不会显得很抢眼 我觉得其实在商务搭配的时候 黑金配色 你看我这个就是黑金配色 黑金配色 是可以作为全身一个体量的重点的 但是这个金的量 要拿捏得很到位 就是你不能到处都是金 如果说眼睛已经黑金 你腰带在黑金 鞋子上在带金 就会出现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那如果说全身都比较素雅 然后多出一点点的金的话呢 那就会感觉整个人提亮了一点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也许你们不认同 没有关系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搭配的想法 那自己喜欢就好 其实这个的搭配方法 可以用到ROOM系列的很多其他的搭配中去 Limber的这种黑金的感觉 和Dita的黑金的感觉 和Masunaga黑金的感觉 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他们那个金色的度 包括亮度都不一样 所以说当如果说你需要我们帮你选一只眼镜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我们多一些细节 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眼镜都觉得 确实我们这里的眼镜都很好 每一副都卖给你吗 每一副都适合你吗 不是的 我们希望知道你更多的情况 然后你有没有你的穿着风格是怎么样的 然后平时女生的话你化妆吗 那你是冷白皮 还是暖肤色 你是喜欢用橙色的妆容 还是比较偏紫色的妆容 还是红色的妆容 这个都会对你戴眼镜的时候如何去搭配 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您到现场来 我可以看到你 如果是远程的话 我们希望给大家都预留一点时间 就是让我多了解你一点 这样子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好吗 定制眼镜不止我这里有 很多很多店铺都有 那如何定制到一只真正对你来说 特别合适的眼镜 这需要我和你之间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不仅仅是度数 不仅仅是说大或者小 不仅仅说这副眼镜多少钱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为什么不找代购 为什么要找眼镜店呢 对吗 好了 今天就借着这副眼镜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眼镜搭配上的问题 那今天就这样哦 拜拜 拜拜